各位网友大家好,我OK仔 有到内地猛料的时候 会和大家看看整个国家队在奥运场上的风波 尤其是在乒乓球上 沙沙,世界一遮都被批斗 真是大件事,被要求道歉 更加有位天津首富说要娶全红禅道媳妇 但是开出一个条件 你以为你是谁? 还会和大家说一下 在日前的奥运场上其中一个比赛 出现了一个惊人一幕 有人说神经病 是不是乱农? 竟然在奥运期间出现这样的事情 被人感觉上真的观感不太好 究竟是什么? 稍后你听听就知道了 请大家给个赞支持一下 很复杂,很多新闻 当然在这个比赛 在巴黎奥运当中 无论香港也好 无论内地也好 国家队,港队 都出现了很多风波 所以其实都挺奇怪的 现在究竟是体育行先 还是个人感情行先 一会我们慢慢研究 先说说其他新闻 说了一件事 都挺大事的 就是深圳恐怖车祸 如果昨天有看内地新闻 我们片头的炮弹飞车 这件事件造成两死五人受伤 都挺夸张的事件 为什么会这样的? 车失控 官方的结果出现 就是跟电动车 他这一部私家车失控 然后炒了上行人路 汽车司机 姓李就受伤 都挺夸张的 怎么会开车 开到这样的? 直接是炮弹飞车 很失控 应该是机件故障 所以大家过马路 真的要小心 好了 另外也说了天气 香港也热到妈妈不应该 好热啊!好热啊! 有人说 是啊 我也觉得好热 热到我都怪怪的 你经常 热一下也没问题啊 不知道是不是又热啊 又涼一下又涼一下 很容易不舒服 大家真的要多点喝水 在杭州出现了41.9度的历史新高 未来的日子 更加可以继续预见到这种极端高温的天气 大雨过后 就迎来的热烂烂了 在杭州出现了这么高的纪录 破了历史的高温 杭州市气象厅就发出高温红色预警 受到这个负热带高压控制 预计上城区 宾江区 西湖区等等 大部分 可以去到40度以上 你想想 多夸张啊! 现在的天气真是真可憐了 一旦大雨 一旦高温也不知道怎么生存 每个人都下水游了 不然怎样呢 所以告诉大家 真是 不要想着 好天啊 出去户外玩 要注意安全 这么热 提防中暑 喝多两口水 另外 继续跟进在四川 康定山泥倾射 由于桥梁冲塌 房屋被冲毁 这件事故 造成有三百多人需要紧急转移 另外有四人遇难 二十三民失联 就着这件事件 当地的地质灾害抢险救援支援部 就召开新闻发布会 就说一下 究竟现在最新的情况是怎样的 因为说到那段架高桥 坍塌 山泥倾射 也冲毁了很多房屋 造成人员的失联 他们已经找到四个失联的人员 但是有二十三个依然没找到 情况都严重 他们继续努力搜救当中 所以周围都是 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 另外一些车祸都停不了 在甘肃省出现了三车追撞事故 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 有一辆野车夹在中间 而前面那辆就是货车 真可憐 所以开车要留神 刚才除了说到杭州热热热 上海也热到云 迪士尼有员工中暑 所以真的不是开玩笑 尤其是现在全世界都这么热 你想想想在巴黎在比赛中那些户外那群 真可憐 真可憐 我看公路单车那些 真可憐 百多公里踩 你想想想 真的挺辛苦的 所以其实都是为他们资荆 说一下上海市 说到他们的最高温度有40度 在昨天破了今年的新高 好了 香港也不惹事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警报 更加预计未来三日黄淮 衍南大部分地区 新疆等地区也持续高温 部分地区的最高温度会有40度以上 去到昨天的下午 徐家汇站气温上升到40.1度 我想起来都很热 真是热到很热 回落了不够一会 转过头又飙上去 去到下午1点 最高气温上升到40.4度 亦都是为这个地方 152年来第24个气温超过40度的日子 那便释放暑假 大家一家带小孩出去玩 上海迪士尼 又是内地最著名的历景点之一 有网友说 因为天气太热 真可憐 其实真是辛苦 你想想他 套着公仔头 又在表演又跳舞又有能力 哇 里面背着分体也搞不了能力 连续有几天 工作人员和卡通人物扮演自己都中暑暈倒了 迪士尼方面 就说会按照气象局的发布高温预警 和现场监测温度情况 调整户外工作人员巡回时间 和安排 如果这个时候 大家暑假很多家长会带小朋友出去玩 你想想北上的时候 听一下天气 未来三天 广西东部广东大部分地区 重庆中南部东北部地区 预计温度会去到35-36 江苏南部江西北部浙江部分地区 将会出现40度或以上的高温 所以大家想着带小朋友去玩 真的要留意一下天气 另外一次过谈谈奥运消息 因为连续几个问题 现在成为大的议论空间 其中 如果大家有看那场比赛的话 就是傻傻傻 国家大战 这场事件 陈梦大战 陈梦大战孙荣沙 当然外界一面倒支持孙荣沙 如果你有看那场比赛 有直播看 我可以告诉大家 我都觉得挺奇怪的 我吃饭一边看的时候 我都没有拍桌子 我都倒出了 想不到倒出了这个问题 接着真的有这个问题出现 究竟是什么事呢? 在金牌大战当中 在乒乓桌子的比赛当中 出现了大量孙荣沙的粉丝 本来也没问题 本来也没问题 但是陈梦用4比2 击败了孙荣沙 成为继邓雅萍 张怡玲之后 第三位位写奥运女单金牌的球手 但是在这个决赛场上 孙荣沙的粉丝 比陈梦更强 更加说陈梦得分的时候 出现了嗤声 本来正所谓咸鱼白菜 各有喜爱 因为你有你的支持 对不对? 你支持你的球员 我觉得没问题 但是 我也觉得很奇怪 其实我一直看的时候 我一直说 大家都是国家队 对啊 两个都国家队 在这儿欠金牌 你看得到 其实是一面倒的 陈梦得分 没有声 孙荣沙得分的时候 就拔烂了手杖 好了 都算了 大家当你投入 因为你喜欢这位选手 但是 甚至乎 出现了嗤声 陈梦得分的时候 其实 我觉得很离谱 当然 到了这个位置上 引起的新浪潮 就是 搞到 连这位球坛一支 孙荣沙 有些声音 要求他道歉 为什么会搞到这样 连邓亚平也出声 就着这件事 连邓亚平也出声 我的看法就是 其实这件事很简单 去看的 无论你哪个赢冠军也好 总之为国家 拿到金牌 就没问题了 金牌只有一个 不是你就他 在竞技上的竞技 这些就是在临场发挥的 你说这次你能够拿到金牌 下次再来 但是你看到另一个是非常不值得支持 甚至是会令人摸着下巴 想想究竟发生什么事的文化 这种在内地叫做饭圈文化 就说饭圈文化入侵乒乓波 邓亚平反对 究竟发生什么事呢 因为觉得 就像我刚才所说的 有内地媒体说到 在陈梦得分夺冠的时候 赢了 4比2之后 这样叫 有些孙永沙的粉丝 竟然对陈梦给终止 有人说 香港人都不支持港队 有人说已经是不要得了 你想想 两个都国家队 两个都是 其实陈梦排第二 如果你在说在排名上 那就不弱的 不弱的 我自己觉得 绝对是可以看得到 新一代的潮流 现在新一代的潮流 无论是网络上的文化 无论是现实上的粉丝文化 根红顶白 很严重 是的 就是说你哪位 总之 我国家队也没面子给 我扰你扰你 阻止我 阻止我的杀杀杀杀杀 死开了 现在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所以 在网络上出现了一些声音 有人说到马林 总教练 都要立刻删除官方社交平台的留言 受不了 因为有人质言马林 是否亲疏有别 暗地里支持陈梦 让他赢孙泳沙 很多这些古灵精怪声音 好了 邓雅萍 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这个名字 冰冰波很厉害的前国家队女将 冰坛传奇人物 他说原来曾经在公开场合说过 国家乒乓球这种粉丝文化的时候 他说其实大家都是中国队 你可以说喜欢谁 但不需要攻击其他人 是的 所谓的饭圈粉丝 这种文化 就是娱乐产业 大家都知道 看娱乐圈就知道 但是过分极端 偏激太多了 有一个大问题 当然 你可以从正面的角度来说 令到大家更多人参与 支持国家的运动 无论是什么运动都好 但是同一情况 过度扭曲情绪化 非理性竞争 令到会整件事扭曲了 扭曲了 是不是 所以这件事 我经常说每个运动员 无论他得到什么奖 无论他能不能够得到奖 他付出的血与寒 血与泪 真的 什么都 其实是 我们没有办法可以 估得到想得到 你当然 很多人说 太好了 有时候我看到一些留言 你不要说只是内地这件事 所以为什么搞到现在有人质疑声音 叫冰潭一姐 孙泳沙出来道歉 有可能他的粉丝太激烈 甚至乎令到整个冰潭乱了 其实不关他事 你想想 全部都躺着也中枪 整件事 邓阿平提醒大家 其实是 要去到正常的时候 不应该 纯粹为了追星 进行一些过度情绪化 和非理性行为 对于整个运动界 是一个很大的伤害 是的 其实我们应该是值得尊重每一位 无论运动场上的 后面的教练团队 甚至乎整个运动的团队 身边所有人 就算饭堂里面 为这些球员煮饭 的厨师也好 清洁姐姐也好 他们都是值得尊重的 因为每个人都有他的付出 这件事我觉得才是重点 反而大家就不是了 其实在香港我也看到 有时候有些留言 有些运动员 或者新闻报道 我们香港运动员 在哪里 举例田镜 或者其他项目 得到什么成绩 有人留言 这么废话不要走出来 真的有人这样留言 他真的很厉害 这些完全是建盘战士 走过一趟 走过就算了 其实真是 他好像很厉害 你肯定不要走出来 这样 看来国家找不到你是国家的损失 我觉得这些人是 这些风气似风不可想 所以你可以看到 无论 不要说是香港 国家现在 都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明星效应 明星圈粉 导致粉丝的互相攻击 其实大家都原先是国家的人 为什么会出现了是这样的呢 都很奇怪 有些人支持陈梦 反而被人虚 你想想 完全是离谱了 除了这件事件之外 还有一件事 还挺夸张的 传红蟹 应该算是跳水一阶 说全世界 是的 他的消失的水花术 享负盛名 嗯 他十七岁很年轻 好了 他的知名度肯定高 谁不认识他 想不到 竟然 又在天津首富 跨下海口 就说想娶传红蟹 做她的媳妇 可能她的儿子 帮她的儿子相看 叫她的儿子 这样子 娶了 全红蟹 过来做我的媳妇 这样子 想不到天津首富 他开出一个条件 引起大家就热疑了 什么事呢 就说 说有位戴着眼镜 白发脑翁 开直播 不是可白吧 就说自己天津首富 就说邀请全红蟹做她的媳妇 但是呢 全红蟹就要满足她的条件 就说 她希望 首富的儿子 即是她说 我的儿子打你 即是打全红蟹的时候 全红蟹你不要还手 你都白脑翅 哈哈哈 首富啊 好啦 那当然啦 有人就骂她 就说 不尊重女性 那 正所谓 始华一出被人 露插之后 这位阿叔 就从此神隐了 真是很老实 全红蟹 这么厉害 国宝来的 天津首富 好老实 霍家都不敢这样做 是不是 都不敢这样说这些东西 是啊 大家 如果又可以说一些历史 小小历史 你这位所谓的天津首富 我不知道你真肃还是假牙呢 那时候霍英东说的一句话 郭晶晶 入霍家 霍英东说 霍家能够 即是叫做 取得 郭晶晶 是霍家的荣幸 如果用地位 用身世各样 有人说 门当户队 郭晶晶又不是什么名门 又不是什么首富的女儿 但她属于国家的国宝 跳水皇后 其实有时候做人要谦卑一些 当然我不排除这位所谓的天津首富 假的 她可能拆流量 但不要紧的 如果真是天津首富 说这些东西的话 我相信国家都会跟着她 首富 挺有钱的 看看你有没有什么 哈哈哈哈 所以说你都笨 好了 继续都是奥运的事件 你以为很多比赛 我们留意成绩 但周边的人也有很多 到了一个羽毛球比赛期间 中华台北的选手 双打组合王齐伦和李洋 在巴黎奥运出现四场赛事 有位民众 他就写着四个字 就说台湾加油 拿了出来 谁不知被一位内地的男人抢夺 哇 是 更加出现了一个 有人说 哇 有没有这么肉酸 那个男人开头就遮住 接着一手抢了 保安抢了他 不像立刻跑 好了 在网上就立刻有很多不同的阴谋论 就着这件事件 台湾外交部强力谴责事件 就说这种行为毫无教养 严重违反奥运所代表的文明精神 完全是离开了法治和侵害言论自由的 这些 所以有人说 有时候有些都是无处不在 其实我也觉得很奇怪的 老实的 是啊 中华台北选手而已 叫选手加油 有什么问题呢 不知道啊 可能他觉得 一个中国 这样啊 那就一个中国了 是不是 那你大声叫 闭嘴 抢人的东西 做些犯法东西 有什么好笨的 是吧 好了 另外也说一下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热度呢 而这个热度会不会是三分钟 就话说我们的中国国家队选手 郑欣文 就赢了 就拿到金牌 这个网球女单 创造了亚洲网球历史 厉害 好了 那更加 说到他夺贯了之后 令到国内整个网球经济急速增长 甚至乎齐齐打网球 这样啊 这样啊 这些又是 就好像我们的剑激 是吧 就好像之前 单车 何思培游泳 李维斯的单车 牛下女车神 即是大家哪样厉害 大家就去趁哪样的 那看粗跳水 BangBall 那你不关注牌球的 大哥 国家女排 现在等着多些新血来 是吧 其实很多项目 各足都是啦 那为什么呢 其实都很胜利球迷的 大家都是 告诉大家 有时候这些所谓的 胜利经济 我觉得叫做 一短暂的 每个都立刻又说要买工具 又立刻要上课 我那天走过一天 我家附近看到 又说又立刻 刚刚赢了劍击 张家朗 他立刻有广告 教劍击班 哈哈哈 真是厉害 所以其实这个 这个 这个 中国网球 一天收获 金、银两牌 所以 未来也会有一个新的热浪 这么说 不过这些热浪 希望就不是三分钟热度 好了 说完这些奥运新闻之后 我们就看看其他新闻 是 香港 继续 北上人数多 不是清明时节 雨昏昏 在深圳6号 口岸出警人数 竟然有85.8万人次 破了通关后的单日新高 当然了 放暑假 大哥 这个数字也可以估计得到 为什么 有人就说 哎 糟了 那些零售难做了 零售难做了 个个都 亲住 家里的小朋友 有家旗 带他们 可能回去玩一下 都合理的 都明白的 好 另外也说一下 内地上半年的结婚人数 就创新低 哎呀 少有人结婚 内地上半年 有343万对新人结婚 离婚就有127.4万 哇 都有百多万离婚 夸张 但是 说到登记 新婚人数 算是 新低 都挺夸张 嗯 大家都可能 都是想了 赚钱先 是吧 搞好经济 其他事情 都未必有空想的 这个也是 都明白的 就是 你环境不好 大家都先烦这些事情 是吧 那你就烦了 找吃了 到你找到吃的时候 你就自自然想想其他东西 想想结婚 想想做家庭 好 好 最后呢 就说一下 哎呀 竟然出现了一个这样的事情 这个世界真是无奇不有 在陕西省 保鸡市 有个男子 把寺庙里面的香油箱 内地的香油箱 现在很厉害的 不用涉银子的 有个二维码的锅 给你刮的 想不到 有人把这个二维码的锅 换了自己的收款二维码 去骗这些善款的捐献 涉及三万多元人民币 好了 内地媒体就说 涉及的人士 竟然是一位名后毕业生 糟了 你说 读这么多书 到最后 竟然去做这些这样的事情 真是要命 是他读什么的呢 读法学碩士 你真是可憐了 怎么搞到这样 是不是读坏书呢 真是 乱了大脑 好了 今集说到这里 下一节再说 拜拜